Hello 今天我們做生菜豬肉包 材料有以下這些 我們開始做了 首先芫荽 割定不要 然後切碎 切碎就可以放在一邊 稍後用 蔥頭5-6粒 不用切碎 可以切開一條條就可以了 鍾耳可以切大條少少 口感會好些 檸檬一個 切開之後 我們要炸汁 配料都準備好 就可以炒豬肉了 先炒熟豬肉 炒熟豬肉 可以做調味 加入魚露 檸檬汁 辣椒粉 蔥頭 芫荽 關火之後 拌勻 然後就可以上碟了 不要炒得那麼熟 要不然蔥頭都軟了 就沒有那麼爽口 不要吃了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和按下鐘 拜拜